声音是客观存在吗? 随着物理学和人体科学的发展 科学家们认识到 所谓的声音 只不过是某些频率的声波 与耳根相互作用 而在心中产生的听觉反应而已 声音是一种心识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再从以下几点详细分析一下 第一 耳根包括外耳 耳神经脑皮层听区 它们都是由细胞组成 属于物质实体 耳根是物质实体 第二 声尘 就是物理学上所说的声波 物体振动时 周围的空气随之振动 就产生了声波 振动频率为20到20000赫兹的声波 是人类能感受到的声波 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声波 人类感受不到 但某些动物或者其他空间的生物 可以产生听觉反应 第三 发声之物 发出的并不是声音 只是频率不同 波长不同的声波 第四 所谓听觉 是可听之声波 作用于听觉器官 在心中产生的直接感受 而变现出不同声音的反应 声波 通过耳膜的振动 通过耳神经 传达到脑皮层听区 心识产生听觉 我们把听觉反应叫做声音 第五 很多人认为 听觉应该是脑皮层听区产生的呀 其实 这只是他们的想当然 在科学百科词条中 有关大脑的解释是这样的 大脑 为神经系统最高级部分 大脑皮层表面的一层灰质 是神经细胞的细胞体集中部分 神经细胞 皮层深面的白质 白质内的灰质核 都是有机物组成的 是由分子和原子组合起来的 所以 大脑只是产生心识活动的物质基础 一切声音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 外界没有声音 例如我们听到的歌声或乐器声 既不是他人唱出来的 也不是乐器发出来的 而是心变现出来的 第六 不同动物 对相同频率的声波的听觉反应 是有差别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猫壳动物 我们都知道 人类是听不到任何两万赫兹以上频率的声波的 但是猫壳动物却能听见高达五万赫兹的声波 也就是猫狗 能够听到的这些高频声波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片寂静 另外 性歌能够听到20赫兹到0.05赫兹的声波 这些也是人类听不到的 还有其他各道的生命 对于声波的反应更加不一样 好 我们总结一下 通常情况下 人类本能地以为声音在外面 跟心没有关系 是客观存在 其实 声音属于心识的活动 声音并不是被我们听见的 声音是我们的心识变现出来的 就好像在睡梦中 在没有醒来之前 人类本能地以为 梦境中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一样